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西,欢迎来到马克西说澳洲 今天是2021年的7月5日,星期一,又跟大家见面了 那这个频道呢,主要是聊澳洲的房产资讯以及看房视频 希望呢,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不想错过我这个频道呢,麻烦点一个关注啊 那好的,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内容 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最近啊,被反复的提起啊 无论是周边的在澳洲生活的朋友 尤其呢,包括最近有买房意愿的朋友 还有我的客户啊,都有问到这个问题 所以呢,我就想干脆就拿出来聊一聊 就很多朋友呢,看到目前澳洲的这个房价是一路在暴涨 这个暴涨的模式呢,从去年的年底啊,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其实已经持续了有半年多了 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说,是不是这个现在买的是一个高位了 这个高位呢,会持续多久,房价是不是该降温了 包括呢,有很多的这种媒体啊,还有相关的人员啊 就讨论说现在房价要跌了 那真实的情况呢,是怎么样的呢 作为一个房产的从业人员,一方面呢,我想结合数据啊 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想结合我自己的一个判断 包括对于市场的观察,来好好的聊这个问题 那希望呢,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正题啊 首先呢,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啊 通过这张图片呢,大家可以看到 在过去的12个月里面,澳洲的房产 尤其是五大首府城市啊 都不同程度了,迎来了房价的增长 这里面呢,领跑的是悉尼啊 涨幅达到了15.3% 第二名呢,是昆士兰州的布里斯班黄金海岸 达到了15%啊 第三名呢,是阿德莱德 说实话呢,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 第四名呢,是 Perth 博斯啊,达到了10% 而墨尔本呢,却是屈居最末啊 涨幅只有8% 但你看啊,过去12个月涨幅8% 其实也不少了,对吧 那墨尔本的涨幅呢,为什么没有其他城市这么快 我认为呢,最主要的原因啊 就是墨尔本是全世界 封城时间持续最长的城市 而且呢,次数也最多啊 这个可能是主要原因 那考虑到现在呢 其他四个州啊,也在进行着封城 悉尼是封了四个部分啊 四个区域 那就今年来讲呢 很明显啊 大家对于封城的态度呢 就已经比较淡定了 不像前几次这么惊慌失措 基本上呢,不影响正常的生活 而且呢,对于房产市场 也没有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事实上呢,墨尔本的上一次封城啊 那一个周末的清盘率 还是创下了历史记录啊 达到了惊人的96% 那如果从长远的来看啊 我们看这个数据 2012年到现在为止呢 悉尼的涨幅是绝对的领跑 第二名墨尔本 第三名布里斯班黄金海岸 这个呢,是毫无悬念的 毕竟呢,作为整个澳洲的 三大首府城市排名前三 肯定是这样 就像北上广深,对吧 这里呢,我要稍微介绍一家 估价公司啊 他们是一个独立的估价公司啊 尤其呢,澳洲如果有大宗的 这种房产交易啊 包括金融地产以及住宅地产 他们呢,都会引入啊 银行的倾向于找他们 作为第三方进行一个估价 所以呢,他们的这个数据啊 以及调研呢,是比较有价值 而且呢,信息是非常公正的 那他们呢,有一个系统啊 叫做Property Clock 什么一个概念呢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 就是是一个房产市场的一个时钟 那这个时钟呢 如果是从12点到6点啊 它就是一个下降,对吧 如果从6点到12点 就是一个回升 是这样的一个时钟 那目前呢 6月份刚刚推出的这个Property Clock 就是我们说是房产风向标也可以啊 大部分的首府城市呢 都是在一个回升的过程中 远远还没有达到峰值啊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啊 尤其我今天选择的这些数据呢 都是来自澳洲的统计局ABS 以及Cologic统计机构啊 所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疫情前后的房价对比啊 可以看到除了Perth和达尔文呢 它的房价呢,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 相比来讲呢,是跌的 其他各个首府城市的房价 比起疫情前呢,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而且呢,这个增长的百分比幅度啊 全部都是双位数以上的 也就是至少是10%以上 可以说呢,是相当的惊人 这波行情呢,其实各大首府城市啊 除了墨尔本 因为我刚才前面提到的 封城比较久的原因啊 其实是从去年的11月份左右 开始往上涨的 其他的城市我们可以看到 早在7、8月份啊 包括悉尼、布里斯班、阿德莱德啊 就已经在往上走了 速度呢,比墨尔本还要快 这就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墨尔本这边的房价涨幅空间啊 可能比起其他首府城市啊 还要相对更大一点 那两岸房价的涨幅啊 我们也看一下房屋的空置率啊 看一下租赁市场上的表现 那可以看到呢 墨尔本目前的空置率啊 还是比较高的 达到了3.7% 悉尼呢,紧随起后是2.9% 为什么相对大的城市 反而空置率更高呢 这个我认为跟房屋的供需关系呢 是有很大联系的 因为边境关闭的关系啊 那很多的游客呢 他们一般来澳洲啊 无论是生活工作还是旅游啊 首选呢,先是大城市 所以呢,受到国门关闭的影响 这些第一线的大城市呢 它的空置率啊 影响会最大 这个呢,也是完全合理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市面上的房源数量 可以看到以悉尼为首的各大首府城市啊 房源的数量呢 都是有大幅的增加 关于这个啊 其实我去年就有提过啊 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很多的卖家知道房屋不好卖 所以呢,也没有把房子拿到市场上去出售 那在去年的时候 为什么房价没有大幅的下降啊 事实上当时呢 很多的银行机构啊 都预言说澳洲的房价要跌15% 甚至是20% 标题是各种的危言耸听啊 现在看看是多么的打脸对吧 那为什么房价没有大幅下跌呢 其实说白了还是供需关系 当时呢 卖家也不是傻子对吧 事实上市场不好又是封城 那就房子不卖呗等一等 那市面上的买家是少了 但是同样的卖家也少了 就导致呢 在疫情期间啊 尤其是疫情肆虐的 从去年的3月份 一直到11月份左右啊 最严重的那段时间 澳洲的整体房价并没有出现大幅的跌幅 那截止到今年的6月30号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各大首府城市呢 房屋挂在市场上卖掉的时间啊 都是越来越快的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都在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房屋呢就能卖掉 那这个呢 其实跟家庭的一个收入 或者说存款也是有关系的 我们看看这个数据啊 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对吧 在2020年 也就是去年三四月份的时候呢 各个家庭的收入啊 陷入了谷底 但是之后呢 随着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 比如说job keeper job seeker 各种补贴啊 那澳洲当地家庭的收入呢 其实在这之后呢 是节节攀升了 甚至呢 到了2021年 也就是今年的3月份呢 达到了一个 在十多年以来的最高点 当然了 这个和当地人的消费模式也有关系 澳洲很多当地人呢 都是月光族 甚至周光族啊 拿到收入就用掉 结果呢 因为封城啊 而且呢 因为种种的限制 这个钱呢 也没有地方花 政府呢 又给补贴 就存起来了 那有了钱以后去干嘛呢 存在银行利率这么低 对吧 投资的话啊 比如说股票呀 期货 很多的门槛比较高 而且呢 风险比较大 那投入房地产呢 相对来讲啊 是比较稳健的选择 接下来呢 给大家看一张图啊 这张图的信息量还挺大的 我一点一点跟大家分析啊 那这张图呢 是整个澳洲啊 在过去20年的一个房价走势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整体的大盘上 这个房价呢 绝对是往上走的 而且呢 涨幅是相当的惊人 比较有趣的一点呢 是任何一个时间节点 我们单拿出来 只要你持有这个房产的周期 是超过五年以上 那你这个买房的举动 或者我们说这一次的投资 就是能赚钱的 所以呢 买房啊 时机与否 自然是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能否确保长期的 持有这套房子 如果呢 你买房的时候 你确保你资金OK了 并且呢 你问过你的贷款经纪人Broker 你的贷款也没有问题 那你在这个时候买 只要持有周期超过五年以上 就必定能赚得到钱的 我把这句话呢 放在这里 另外呢 我们再看几次房价跌的时候的情况 一个呢 就是2007年到2009年 这个时候呢 是全球的金融危机 而且呢 澳洲的贷款利率相对较高 所以呢 房价有所下跌 到了2011到2012年 是全球的另外一波金融危机 或者我们说次贷危机啊 这个背后的原因呢 大家去查一下 应该都知道 那澳洲呢 也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 当时呢 澳洲政府就开始降息了 所以呢 自从次贷危机过了以后 2012年 一直到2017年左右呢 房价又迎来了 进一步的上升 那2018 19年 这两年的房价是下跌的 这个下跌的主要原因呢 一方面是澳洲政府呢 控制了贷款 对于海外人士的贷款呢 收的特别紧 甚至就关闭了 而且呢 针对海外的买家增加了额外的印花税 这个导致呢 很多的海外买家退出了澳洲的房产市场 进一步呢 造成了澳洲房产市场的下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澳洲政府啊 对于控制房价 一直以来的都是采取了宏宽调控的政策 这个呢 跟我们国内啊 其实是一样一样的 事实上任何的大的国家 都是通过宏宽调控来控制房价的 他不希望房价呢 涨得太厉害 但是呢 他也不希望房价一直下跌啊 那澳洲政府这边呢 控制房价有几个利器呢 其实说起来 大差不差啊 跟我们国内也差不多 一个就是调整利息 对吧 如果房价相对来讲呢 有跌幅了 那就降息呗 降了息 贷款利率低了 石油成本就下降了 石油成本下降了 很多人就开始去买房了 尤其是高需的买家 所以这个非常好理解 另外呢 针对贷款方面 还有一个大杀气呢 就是调整贷款的一个审核力度 对吧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知道在201819年那会儿 贷款呢 收的比较紧 所以呢 审核的材料要递交很多 那在这之后呢 由于看到房价下跌 而且持续时间有点长了 政府呢 马上就进行了一个回调 放开了贷款的一个审核力度 导致呢 更多的人可以贷到款了 也因为这个原因的房价就开始往上走了 所以呢 政府啊 在银行这边有两个大杀气 一个是降息 一个是放松或者收紧贷款的审核力度 这是其中的大杀气 还有呢 就是政府这边还可以做的文章呢 就是进行一些补贴的政策 比如说呢 大家比较熟悉的首次置业者的补贴 以及印花税的减免 那最近呢 维州政府这边啊 针对维州市中心啊 墨尔本市中心的公寓南迈啊 也推出了市中心公寓的一个限时印花税减免的政策 这都是一些政策的扶持啊 更不要说最近的单亲家庭2%首付的扶持 以及5%首付的扶持 这些呢都是一些扶持的政策 或者说补贴 这个对于房价的影响呢 其实也是相当深远的 所以呢 政府手上可以打的牌还是比较多的 一旦房价发生了大规模的下降 而且持续时间呢 政府判断比较长了 那政府呢就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进行扶持 所以大家不会看到澳洲房价啊 可能说是降个两年对吧 但你不会看到比这个周期再长了 降个五年六年甚至更长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政府这边呢 有很多的工具可以用 那说到这里呢 我们已经了解了目前呢 澳洲的房产市场究竟有多火爆 以及呢 它背后的原因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知道了澳洲政府呢 其实对于房价的整体调控 有很多的办法和工具 一旦呢 房价发生大规模的下降 而且持续时间稍长的话呢 澳洲政府这边就会通过调整利息 控制贷款 以及出台补贴和扶持政策 来使房价呢 重新走上上升的通道 所以呢 大家不用担心啊 房价会出现大规模的下跌 或者出现时序时间过长的下跌 这个呢是不存在的 接下来呢 我对澳洲下半年的房产市场做一个预测 这个预测呢 是居于数据的支撑 以及呢 我对于澳洲房产市场的观察 那我个人认为呢 在今年的下半年 也就是7月1日开始啊 澳洲的房产市场呢 会期于一个平缓上升的这样一个通道 也就是说呢 它的上征幅度啊 不会像今年的上半年这么夸张 今年上半年之所以这么夸张呢 也确实是因为在去年整个一年疫情的期间呢 啊 刚才也提到了 整个上市的房源本来就不多 很多的买家呢 由于疫情的影响 包括由于封城的影响 也都在观望啊 没有准备好买房 所以压抑的这一波买家呢 在今年的上半年爆发性 甚至我们说报复式的买房 而且这里面很多是刚需的买家 也就是他们参加拍卖或者说出价也好 是有情感的色彩在的 那他们拍卖的价格呢 很有可能就会更高啊 会把价格拉上去 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呢 今年的上半年市场非常非常的疯狂 那到了下半年 尤其现在呢 本身就是冬季啊 是一个淡季 如果你在现在去入市啊 尤其呢 在圣诞节之前啊 比如说就现在7月份 一直到差不多9月份左右吧 9月中下旬 我认为问题还不大 在这段时间里面去入市的话 其实是相当合适的 第一方面现在是冬季啊 很多澳洲人呢 是比较懒的 冬天呢 不高兴出来参加拍卖 尤其呢 像墨尔本来讲 冬季的话 降雨还特别多 对吧 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事情 如果你是买家啊 就是应该在别人可能休息啊 别人不再买房的时候呢 你出手了啊 这是一个好的机遇 另外一方面呢 这些刚需的买家已经消耗掉了 也就意味着呢 你面对的竞争对手 很有可能呢 是更加理性的投资者 或者说开发商啊 他们要买房 要囤地 或者说做艾斯开发 亦或者呢 他们要买房做投资 做等升值 那这一批买家呢 相对来讲比较理智啊 不太会出现啊 拍卖场上疯狂叫价的这种情况 因为他们心里是有一感秤的 甚至呢很多人在出价 或者说在拍卖之前啊 都进行了大量的数据测算 做了可行性研究报告 确保呢 买的这套房子啊 是有一个增值 而且呢自身可负担的 说白了就是比较理性嘛 所以呢 跟这些人竞争啊 你不用担心拍卖场上 会出现大幅度的溢价 其实呢 是一个好事情 因此呢 现在如果你贷款准备好 还是那句话 另外的资金都ready都好了 现在买啊 七月份到九十月份是OK的 为什么之后又不太行了呢 因为之后呢 又迎来了澳洲房产市场 一年一度最大的旺季 也就是圣诞节前的 这两个月到两个半月的时间 因为这段时间呢 从冬天转向了春天 春暖花开 天气比较好 看房的人多起来了 另外卖房的人啊 尤其是别墅的卖家 哎 他们自己都有一个花园 对吧 春天了花花草草都开了 花园布置一下 非常的漂亮 那尤其是刚需买家呢 一看呦 这个花园这么漂亮 就会有冲动 想要多加钱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心理博弈啊 所以如果你是到圣诞节那会儿 再去买房 你变对的买家也会多 因为很多买家呢 就觉得一年到头看房差不多了 希望能在圣诞节 也就是相当于国内的春节的概念吧 在这之前把房屋的这件事情 给定下来了 你面对的竞争对手 是几何数字增加的 所以现在是一个冬天 是淡季 现在出手啊 刚好赶在这个窗口 我认为呢 是相当合适的 另外呢 我再跟大家讲 澳洲的房产市场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利好点还没有过来 这个呢 就是边境的打开 那这个呢 说实话是存在的不确定性的 虽然呢 政府这边说是 会在明年的年中之后呢 打开边境 当然也有可能初期呢 会采取跟新西兰互通啊 也就是所谓的旅行套房 这样的政策 跟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像我们中国啊 像新西兰等等这些国家 先互通起来 之后呢 再慢慢的全部对外开放 所以啊 如果说边境打开 更多的买家 尤其是海外的买家 入市以后呢 房产会迎来更加进一步的增长 这一波行情呢 还远远没有到来 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可是啊 在现在7月1号 到明年的7月1号吧 这中间还有一年的周期 对吧 这一年的周期里面呢 我的预测是房价的涨幅会有 但是都不会特别快 所以呢 在这一年里面抓紧买 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当然啊 除了啊 这个边境打开的时间 是不确定的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 不确定的因素啊 就是这个大选 因为呢 明年就要进行新一次的大选了 那澳洲呢 现在是自由党当选 当然了 对于自由党 我是又爱又恨的 第一方面的自由党 确实会搞经济 而且呢 澳洲的房产市场重新增长呢 自由党是功不可没的 自从2019年5、6月份 自由党上台以后呢 房价其实一直在持续增长 即使呢 受到了这一波疫情的冲击啊 它的整个一个跌幅啊 也是肉眼可见的 真的是不多 所以说整个来讲呢 澳洲的房产市场 离不开自由党 各个政策的扶持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自由党上台以后呢 紧跟美国的脚步 对吧 中澳关系呢 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进入了一个冰点 那作为一个在澳洲生活的 中国人来讲呢 对于这个 我也是非常痛心的 所以之后 到底是自由党继续执政 还是工党上台呢 还真的不好说 那万一工党如果上台了 会不会改变现在对于房产的一个扶持政策 尤其呢 我们知道澳联储 澳洲的央行啊 说了 直到2023年年初呢 都不会去加息 所以呢 大家可以放心啊 继续去贷款 因为这个利率啊 不会高 至少持续到2023年年初 都不会出现利率很高的一个状况 结合呢 澳洲四大银行 对于三年的定期利率的增加 我们可以看到 你想三年吧 对吧 往后推就是2023 2024年 那这个差不多能对上 是合理的 所以现在的这个贷款利率 继续的持续这个低位啊 至少还有两年的时间 但是如果工党上台了 会不会改变这个政策 改变这一切 甚至呢 工党之前在竞选的时候 还说要取消这个 复扣税的利好政策 那如果发生的话呢 可能会对房产市场 又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 这个呢 现在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只能说是继续观察吧 好呀 那今天内容到这里呢 差不多就告一个段落了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 就是澳洲的这一波行情啊 还会继续持续下期 所以呢 如果你要抓紧入市的话 现在呢 刚好是冬季传统的淡季 现在入市是完全可以的 当然前提是你准备好资金 并且的贷款没有问题啊 那还有一方面呢 就是这一波的行情会持续多久 我认为至少会持续到2023年年初 如果到时候呢 贷款的利率出现了增加 而且增加的幅度较大呢 可能呢 房价又会接着下跌了 当然了 这里面还有两个因素啊 一个呢 就是边境什么时候打开 一旦边境的打开 尤其呢 打开的时间是在银行大幅加息之前 那澳洲的房产市场 又会迎来一波非常疯狂的行情 但是还有一点呢 就是明年5月份澳洲的大选 如果到时候当选的是公岛 很有可能的 对于现在的一些政策会进行调整 这个会不会影响房价呢 我们还要看后续啊 没办法现在去预测 这个呢 就是我对于整个房产市场的一个估计 所以就单纯从现在来言 一直到今年的圣诞节 在这今年的下半年的一个时期里面 我认为房价还是会持续的稳步上涨 所以呢 如果你准备好了 刚好在这个冬天是非常合适的时机 如果呢 到了春天啊 到了圣诞节前 跟一堆人去抢 你可能呢 还真抢不到 好的呢 今天内容就是这些啊 如果觉得我的内容还不错 麻烦点个赞 关注一下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拜拜